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种书 只读给自己听 有一种比赛 只打给自己看 记得以前学画画时 初读三毛这本雨迹不再来 心里那份静静的欣喜 像是遇到了镜子中的自己 坐在田梗上放好了画架 吉木四望 四周除了一片茫茫的稻田 和远山之外 再也看不到什么了 面对空白的画布 我画不出一笔东西来 只呆呆地坐着 听着四周的风声 他们在我耳边唱着 我从何处来 没有人知道 我去的地方 人人都要去 当时读三毛的这本 《雨迹不再来》的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 她也学画画 然后跟我童年的一些经历 也特别的相似 反正我知道是三岁的时候 我就喜欢画画 不喜欢去幼儿园 那个时候家长去上班的话 就是门一锁 我从早上画到他们中午下班 然后他们下午再去上班 我再画到他们下午下班 记得小学中学的时候 我画的画 同学们会来讨画 就说这个画 能不能帮我画一幅 或者能不能帮我画一个雅典娜 然后画完了之后 等你以后成了画家有名的时候 我收藏着我就可以拿出来了 就是经常会被别人讨画 其实我觉得就很有成就感 在那个暑假发生太多事情了 首先是这个艺术院校没有考上 再就是另外一点我也开始去检讨 那我是不是对于画画的这个天赋 确实没有那么好 就是也是机缘巧合 跟我爸开始学打台球 我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要练球 逃都逃不掉的 比上学还要严苛 打吊针它不允许我打右手 因为打右手打完了之后 我就没有办法练球了 所以我打针都是打左手 打到我的左手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插针了 回到球馆 我爸说回来了 那边给你留了一张球台 赶紧去练吧 所以97年那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全国比赛 去到之后我是年龄最小 打球时间最短 而且唯一一个不是专业的教练带出来的 是我爸带出来的 所有人都觉得 这个这个都是土路子出来的 然后其他的女生背的装备都特别的专业 自带的巧克 然后穿的马甲特别专业 我当时看到那些女生背着这种球杆出来的时候 我都震惊了 我在想我怎么跟他们打 我就一直球杆 还是别人送的 但是没想到我第一次参赛 然后也没有任何包袱跟压力 就拿了全国冠军 从那之后 我爸就给我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这个就是你的事业 你就是往这条路走下去 离复活节假期还有半个月 全宿舍正在为其中考念得昏天暗地 这宿舍是一年交一次成绩单的 不及格下学年马上搬出去 再潇洒的女孩在这个时候也神气不起来了 吃饭见面时就是一副悠悠愁愁的样子 三具不理考试 空气无形中被弄得紧张得要命 时间又过得慢 怎么催及它也不过去 我觉得从童年到我打球的这段 青春期我觉得就完全是 枯燥的反复的练习同样的东西 是没有回忆的 回忆的就是我打了什么比赛 拿了什么成绩 除了抬球就是抬球 09年拿了四个亚军 没有人会留意说亚军一直都是你 所以在那个阶段是很失落很失落 就很受伤 就觉得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 所以我在亚军会集训的时候 我也更苦地要求我自己 我就想说这是亚军会 只有可能是我打的最后一个比赛 我如果这个比赛打不出来 我有可能会退役 你是世界军军 你拿过哪些成绩 你有什么光环 这些统统忘掉 所以打到最后的时候 就整个爆发了 我爸哭了 对于我来说 更多的也是没有想到 我会在这样的情况下 再重新打回来 我觉得也算是对我的 对我的职业生涯救了一名 也是因为10年的这一次 放手一搏 让我觉得我对台球 对我的台球职业生涯 有了重新的一个规划 过去的我 无论是如何沉迷 但起码 他是一个真诚的人 他不完事 他失落之后也尚知道追求 而不希望他什么都不去思想 也不提出问题 我以前 说实话 我觉得我是一个 特别不爱学习的人 更主要的是 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 我会比较抵触 那我在专心打球的 那十几年的时候 我是完全不会理会 台球以外的事情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读书的重要性和乐趣 特别是 你真的是在默默地看完一本书 和你很认真地把它朗读下来的 这种感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现在我开始检讨 去学习自己一直想要学习的 尝试自己一直没有勇气尝试的 或者是失去的一些东西 想要把它不留遗憾地运不回来 喜欢上了赛车赛道里这种标速度的 对于专注度的要求 觉得跟台球很像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功夫打拳的时候 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个点 我就可以把我开球那一瞬间的爆发力 给领悟出来 然后运用上 我的理解就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永远是当下 如果现在让我重新穿越到 这个97年的话 我不会变的 我不会为我做过的事情 去想第二条退路 也有人问过我 三毛和二毛你究竟偏爱哪一个 我想 他是一个人 没法说怎么去偏心 毕竟这是一只幼苗 长大了以后出了几片青绿 而没有幼苗 如何有今天这一点点喜乐和安详 这世界很酷